在校園內 遊樂設施很擁擠 而且下課時間很少 沒辦法讓我們足夠的去玩 沒有按照我們的想法去設計 我想要讓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可以體驗到玩的樂趣 你們有去陪伴特教班的小朋友 了解他們的需求 還有去訪問特教班的老師 那其他那種比較歷史的 查到上面以後 他是沒有一個平台 那小朋友就站在上面身上 他就不知道要幹嘛了 對我特教班小朋友來講 沒有那麼好的事 在樓梯的時候 我們只要抬腳就可以上去了 但是他們要費很大的心力 才能往上走 做觀眾就要查 寄給學校遊行上去 讓他們就是能 錢表單回答 看看他們比較喜歡什麼 壽司 在做文語的話 可以讓他們上去 然後如果是一般的話 也要讓他們有刺織的感覺 所以寄鳥巢式秋千 這樣做倫理的小孩也可以上去玩 寄一個無障礙步道 讓倫理也可以上去 要讓設計師知道我們小朋友的想法 我們還跟特色公園行動聯合了一起去辦工作坊 然後讓全校師生的代表共同餐點 我們有趣跟設計師溝通 要把數據跟他講 讓他知道要怎麼樣設計出 大家都可以玩得很開心的遊戲場 那這個節目就是會這樣一路往上 然後到這邊是第一個平台 那它的高度大概只有10公分 10公分就這樣一路遠去 就這樣一路遠去 看一下工地 然後聽設計師解釋 它會怎麼做 做的高度還有地板的厚度 然後他們的設計圖讓我長期戴完的時候 你們覺得這個工作坊大人有聽你們說的意見或想法嗎 有 是行動也改變了我對許多神經在愛著的看法 就是做每個行動都非常辛苦 但是他們就是從來沒有放棄 都一直在進去投影 我覺得非常好看 我發現設計師很認真 很長 會讓小朋友知道我們的想法沒有被忽略